所依歸丟館 歸丟館 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他把他的衣服 從很華麗的衣服 變成很無數的衣服 對 因為是素衣吧 小朋友用台語唱著歌仔戲曲 搭配肢體舞蹈有模有樣 這是北投國校四年級的台語課程 融入傳統歌仔戲教學 生動活潑培養藝文素雅 因為本土語課的時候 老師有來教 我覺得很有趣 我就想要去學 因為他的服裝動作 還有曲調都很特別 我平常看不到 我有學到打馬丁字 不換唱七字調 上次彩排的時候有化妝 就感覺 感覺 感覺 很特別 因為我之前沒有畫過 然後 還要演歌仔戲 還要帶一些頭飾 就體驗 感覺 不一樣 戲曲藝術帶入校園 老師便是最佳推手 教師鄭勝如與郭元瑜 皆是歌仔戲工作者 透過傳統唱念 及記憶的傳承 讓學子實際接觸戲曲 體會傳統藝術之美 說實在的 在其他的國小教課 就是這樣 很開心 就是小朋友都一起來 學習歌仔戲 因為傳統戲曲的東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應該這麼說 他們 像我旁邊這一位同學 他就來社團上課 他應該就非常了解說 原來在學歌仔戲 跟傳統戲曲 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要學的東西非常多 包括拉筋 踢腿 然後身段 還要唱歌這樣子 那就是覺得說 他們雖然不是 在這個專業的領域上面 但是至少他們有接觸過 而且可以了解到 傳統戲曲跟歌仔戲 跟其他的劇種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就常常跟 就是來學習的同學們講說 你們現在在這邊學習 那有可能 這會成為你一輩子的回憶 因為你可能離開學校之後 可能你其他學校沒有 在推廣這個東西 也不會有這個社團 那或許這個就會是 你在你的人生中 或是在你的國小的 這個階段 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回憶 就會稍微介紹一下 歌仔戲的歷史 然後跟歌仔戲的行檔 因為歌仔戲 傳統戲曲有分聖誕進酬 這四大行檔 對 然後就把這東西 跟他們介紹 然後給他們看照片 我覺得照片是 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地方 因為畢竟他有真的看過 然後跟我會讓他們看影片 就是說一個演員在台上 需要的東西 比如說肢體語言 然後因為歌仔戲又是 台灣唯一一個用台灣 本土母語發音的劇種 就是用台語 而且是台灣特有的一個語言 對 然後就跟他們 就是跟小朋友介紹說 原來歌仔戲 其實歌仔戲非常年輕 他大概只有100多歲 大概120年左右 對 那因為他就是 歌仔戲可以吸收非常非常多的元素 就是他包括舞蹈啊 然後唱歌 然後武術 對 那當然我們也會 因為我們也有招生過 所以我們有真的 就是示範給小朋友看過 所以這就是可以抓住 抓住他們就是更想要來學習的心 教了很簡單的新騎白白啊 跟基本的辣筋這樣 然後跟聖如一起教這樣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呢 小朋友都非常可愛 結束的時候有個小朋友就問我 偷偷的問我說 老師 我可以拿那個八角巾回家嗎 這樣 我就說下學期如果我來的話 我就偷偷送你一條這樣 小朋友就很開心 就學習的過程中 他們就產生了興趣 所以在這個整個教學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教學相長的感覺 另外一個就是小朋友 就是每一個來上課的時間 都會覺得很像在玩樂 然後也有學習到 也有吸收到文化的知識 對我來說就是 有一種傳承的意義啦 歌仔戲 融入課程的計畫 期盼能為傳統戲曲 培養更多的小小觀眾 用傳不習 藝人是很新的一種東西 所以孩子們能夠在本土語的學習 如果能夠把戲劇的元素加進來 不僅是歌仔戲 還是音樂的內容 把文學的文化的藝術的 這樣的學習 可以跟語言的學習 整合在一起 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不僅是歌仔戲 跟四、六年級的本土語課程來結合 那樂琴的課程呢 台語念歌 也是跟我們三年級跟五年級的本土語來結合 就是讓孩子可以在本土語的時候 可以了解音樂性、藝術性 這個戲劇的故事 可以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用意見來表達 也可以表達了解到這個故事 背後的意義 這就是我們希望歌仔戲 可以到我們的課程 來實施 最重要的一種 讓孩子的學習的重點在這裡 這次我們可以跟 發戲歌仔的局團來合作 最主要就是 我們學校的老師 陳秀之老師 他本身已經有20年 我們歌仔戲的專業的立書 他這一次能夠申請到文化局的專案 帶著兩位藝術家 聖如跟元宇來到我們北斗高校 結合到我們本土語 也成立歌仔戲團的社團 一個是縱向的課程 就是歌仔戲團 一個是橫向的課程 跟我們的四、六年級一起合作 那我覺得呢 這個就是對孩子很重要的 學習的機會 那如果有接觸到 他才知道說 這個歌仔戲 有這麼多故事 是這麼有趣 那我們的校長 汪校長 他本身是那個 藝術與人文領域的 台北市的那個 輔導團的那個 領頭羊 所以呢 我們校長 對藝術這一塊 是非常有興趣 那我就想說 我把這個想法 來告訴我們校長 那我們校長 也是非常大力的支持 所以呢 我就開始寫一些 相關企劃案 然後到台北市文化局去做申請 那很幸運的 就是今年呢 我們的文化局 有補助一些經費 所以呢 我們就能夠請到兩位老師 也就是戲曲學院畢業的 非常優秀的 並不是他們不愛 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 好 那我自己本身有一個 雙喜戲劇方 這個劇團 好 那我們也一直在做校園的推廣 好 那我們今年也會在大道成 7月23、24會做演出 所以呢 就叫了我們的小朋友 一起來參與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活動能夠在校園 遍地開花 雙喜戲劇方 與校園合作 推展藝術與人文 讓學童有機會 情景藝術 挖掘自身興趣 同時也延續優良傳統文化 記者溫君 台北報導